声声不息嘉年华节目开场后 12位固定嘉宾孙男 韩红 黄启山 古巨鸡 陈楚生 王 欣灵 谭卫维 胡彦斌 玉可维 汪苏龙 周深 宋亚轩 和两位飞行嘉宾卯阿敏 张琪带来了感人至深的演出 诠释了节目最好的开端 王欣灵听陈楚生唱歌 带来美好回味 王欣灵和陈楚生这一次参加声声不息嘉年华节目后 迎来了艺人生涯中最好的一次会面 打动人心的是 陈楚生在舞台上带来的精彩演出《一封家书》和《相约1998》 得到了不少观众和艺人的点赞 而这一切正好被王欣灵看在眼里 所以王欣灵见到陈楚生后 对他进行了好评 尤其是对陈楚生在《披荆斩棘》三演出中的表现非常满意 在那个时候 陈楚生一支手弹吉他 另一支手拿住话筒 深情一唱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充满了很强的舞台感染力 王欣灵被陈楚生的吉他演唱所感染 这是一位女歌手对一位男歌手最好的敬佩之情 周深演唱经典老歌 带来年代感的歌手情怀 周深在社交平台发文 从《余光曲》到《跟着你到天边》 有很多经典需要我们传承 也有很多事需要被我们铭记 可见 对于这两首经典老歌 歌手周深也有自己的解读方式与认知 传承经典 铭记好歌 不仅仅是年轻歌手的使命 更是声声不惜嘉年华节目的美好呈现 清晰可见的是 周深在演唱《余光曲》和《跟着你到天边》的时候 他用一种悦耳动听的声音 表达了歌手的情怀 毕竟 经典老歌也同样让人回味 好歌曲值得后背人世代代相传 蔡国庆为亚运会放弃留学奖学金 彰显爱国情怀 蔡国庆接受声声不惜嘉年华节目采访后 他带来了一位艺人的爱国情怀 蔡国庆曾经为亚运会放弃留学奖学金 令人感动不已 纵观蔡国庆多年来的艺人发展 他为祖国歌唱 走上春晚舞台 带来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歌曲 这就是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价值所在 而声声不惜嘉年华节目正式唱响经典歌曲 传承嘉国情怀 所以 蔡国庆的一席话 带给观众不少精神力量 没有什么比为祖国歌唱更让我感到光荣了 声声不惜嘉年华节目开始后 舞台镜头从一位艺人切换到另一位艺人身上 展现了艺人的良好舞台素养和优秀的精神风貌 从陈楚生到周深 再到蔡国庆等艺人 他们被节目镜头聚焦后 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艺人们不仅精神状态良好 还带来了更多斗志昂昂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观众追星的意义所在 随着声声不惜嘉年华节目的进行 将会有更多艺人出现在最好的镜头之下 见证一代歌手的舞台传奇 祝福优秀的歌手 你们通过经典歌曲的演唱 歌颂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 祝福优秀的歌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